这段午节还没到我家 就已经吃了好几回粽子了 先来准备一些糯米 我这里准备的是三斤这种长的糯米 用圆的也是可以的 用清水给它浸泡1-2个小时 再来泡上一斤脱皮绿豆 我们来准备两斤五花肉 把它切成这样的厚块 然后来腌制一下 加入生抽 老抽 白糖 少许盐 最后是一汤勺五香粉 然后给它抓匀 放到冰箱腌制一个晚上 这个肉你要调得比我们平时煮菜要咸一点点 在梅州这里现在还买不到新鲜的粽叶 我这个还是在网上买的 它已经煮好了 只要清洗一下就可以 糯米我们泡好了之后 给它沥干水 然后放到锅里面来给它炒一下 加入一勺五香粉 一勺盐 再淋上两圈生抽 把这个调料给它炒匀 米炒热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很久 炒过的米它吃起来会更香 现在我们就来包粽子 去两片粽叶 然后给它窝成一个漏斗的形状 先铺上一层糯米 然后再铺上一层脱皮绿豆 放上一块五花肉还有香菇 再来一层脱皮绿豆 最后再盖上一层糯米 给它稍稍压紧实 上面这层粽叶呢给它盖下来 两个侧边给它窝进去 包好才不会漏米 这个手呢你要辅助的给它握紧 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呢给它往后折 包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在缠绳子 这个手把绳子压着 然后另外一个手给它绕过来 最后给它打个结 这样就包好一个了 我们做两种口味 还有一种咸淡黄的 这个就不放绿豆了 直接盖上糯米 我刚数了一下 我一共包了32个粽子 把它放到高压锅里面 也不要太满 然后加上水 水量的话要没过粽子 大火上些后赶中火压40分钟 压好了之后等它自然泄气就可以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成品 这个是有咸淡黄的 压了40分钟它吃起来是很软糯的 五香肉中呢在广东这边算是一个很经典的口味 它吃起来软糯咸香 咸淡黄呢它已经压得很软糊了 已经出油了特别香 白色绳子的这一款呢是没有放咸淡黄的 中间加了绿豆呢它吃起来层次也很丰富 喜欢这咸口味的粽子的朋友你可以去试一下 真的好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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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